唉,各位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就在前不久,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赖金德就任之后 中国的军机啊,中国的军方啊,开始包围了台湾岛 这个女见不鲜 可是这一次啊,就问荧幕前的台独分子 你们干不干干,都不敢出门吃饭了,是吧 是不是都天天躲在家里面,不敢出门了,对吧 所以说我们解放军的这些做法,还真的挺有效果的 对吧,就恫恪这些台独分子,是不是很尴尬啊 这些台独分子,哎,当然这个尴尬的真的还不是台独分子 我们就看到最尴尬的来了,出大事 就是这两天啊,中国不是派很多军机啊 在台湾的一些外海进行军事演习吗 结果呢,把自家的船给打沉了 把自己家的飞机,以前我没看过啊 自己家的飞机也被打下来过 我把这里收拾一下 这样可以吧,洗漱用品 OK,中国解放军呢,一气之下把自家的船给打沉了 结果新闻现在不敢报道 但是啊,中国网友自己都知道 我们看到中国的网路上啊,现在很多的骂声一片 就是,当然,大家会,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所以这些人骂也是只是停留在那种,呃,隐奉,就是暗喻 不敢把话讲明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网友都很生气的 觉得太丢脸了,太尴尬了 那我们就快速的来了解一下具体发生了什么 然后呢,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中国网友对指示有什么的看法 绝对蛮暖心的 我们看到台湾新闻报道说 自总统赖清德就职三天后 中共军方于5月23日开展为期两天的环台军演 环台军演已经于24日落幕 当然很多台湾人应该没有什么感受吧 对吧,就像一开始啊,我那个反讽就是 呃,故意调侃,说台湾人是不是都很尴尬,都敢出门 我问了身边的一些台湾朋友,都没有什么感觉啊 所以中国每年再例行一次的这个炸海行动啊 真的是污染海洋环境就算了 还把这些海洋里面的生物给炸了一个遍 也不知道这些海洋的鱼类,他们得罪中国哪里了 对吧,难道这些鱼儿都是台独鱼吗 他们是台独分子吗 你们花了这些中国纳税人的钱把这些炮弹啊 台独都没有打到 却把海洋里面无辜的鱼儿跟海洋生物钩都给打到了 对吧,他们也不是台独分子,对不对 所以都是浪费中国纳税人的钱 那新闻继续报导说 据中共海事局网站浙江海事局5月24日发布 联合启瑞游轮啊在东海沉没 位置在北纬30度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海事局所公布的讯息 因为这个讯息出奇的少 哎,照理说沉船是蛮严重 这个船很大啊 所以大家都想知道沉船有多少人啊 打捞啊,原因啊 抢救啊,等等 好像该要有很多的细节 但是都没有 我们也快速地透过中国最大的社群网站 微博上面的一些中国的网友 网红 他们对此事件的分析 那有中国人呢就留言说 必须上台湾岛检查一下 很有可能是岛内乱港分子干扰的 不然平常怎么没事 一军演就出事 台独不敢正面较量 只会使阴招 太损人了 所以这个网友 我不知道他想表明什么 就大概想是说 这次军演 就是台湾干扰造成的 觉得台湾军方啊 不敢正面跟我们的中国解放军去较量 去比拼 只敢在背后啊 使这种阴招 太损人了 当然他前面还讲的有点 我没有看懂啊 说的很乱 必须上台湾岛检查一下 那既然如果中国的解放军 能够随意的上台湾岛检查 那他就有这个执法权 那为什么还要军演呢 干嘛还军演把自家的船给打沉了呢 对不对 这就是矛盾的呀 你可以口嗨 你可以看不起台湾 你可以调侃 但是这个逻辑要捋一捋 对吧 说什么必须上台湾岛检查一下 很有可能是岛内乱港分子干扰的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怪的 既然是台湾岛内 怎么又扯上了乱港分子呢 对吧 把台湾跟香港混为一谈 你可以说是乱台分子 对吧 所以说那个打字都不会打 那是不是个中国人 那一些文法都不通 还有网友连说 听说是军演不小心集成的 希望大家这种时刻不要责怪国家 应该这是 这个是非常爱国 应该是无脑爱国的那种 就是小粉红 典型的小粉红 都这样了 他还在希望大家不要责怪国家 我相信应该是有很多小粉红 看到之后觉得很失望 觉得把自己的脸打肿了 所以很多小粉红啊 就阴阳怪气在那边嘲讽 这一次嘲讽自己嘛 我相信他们有一点点自知之明 应该要去反思 虽然没有看到言辞比较激励的 或者是问责国家的 但是我们这次看到 大部分的中国网友都是 呃 暗地里都在批评这个 这一次的军事军事行动啊 这台独分子没有武统过来 反倒是把我们自己家的船 那么大一艘给击沉了 那像是这位网友呢 就是爱国家 爱政府 爱得死心塌地 到这种时刻啦 他还在洗礼 为政府这个 呃 那个下台阶啊 说啊 听说是军演不小心打沉的 希望这种时刻 不要责怪国家 不要阴阳怪气 我们要做的就是团结一致 破除台独势力 挑衅两岸 紧张 反对赖皮条 以美谋独 坚决打击台独势力 希望国家越来越好 希望两岸的中国同胞早日团聚 中共上周连两天高调 围台军演声势浩大 但文攻武后的结果 却是自家大船离奇沉没 5月24日 东海海域又传来联合启瑞号沉没的消息 浙江海事局紧急通报 联合启瑞号在东海 靠近浙江舟山东北部海面沉没 警示其他航船避开 我看到一个船头和一个船尾在海上飘着 福建联合海洋工程旗下的联合启瑞号 为毛座托轮 总重达4463吨 23500马力 活脱脱是海上大力神 突然沉没官方却没有解释 也不提救援打捞 另有引擎 网友甚至怀疑是不是被东风系列飞弹击沉 非常时期 一则托轮沉没消息激起千层浪 但显然中共当局只在乎如何继续恫吓台湾人民 解放军东部战区军演新画面曝光 战机视角可见我国中央山脉 海上紧张对峙一波波 进一步解析越海杀器 包括堪称踹门神器的歼20 还有陆军火箭炮兵 剑子苍穹气罐长虹 尽管围台军演落幕 中共军事施压力道未捡 美国谴责中共侵蚀台海和平稳定 解放军蛮横行进 让台海情势再度受到国际关注 军演打沉的前几年不也有飞机被我们自己打下来吗 只能说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上面的政策总会有失误的时候 我能理解国家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很自豪 这个逻辑我也没有看懂 那把船击沉了 然后说因为我是中国人 所以我很自豪 这是什么逻辑 打个比方 这种逻辑就有点类似 台湾做了些什么不好的事 台湾的政府啊 台湾的领导人啊 比如说陈水扁贪污了 结果这个时候有个台湾人来洗地 说啊 我们应该要理解陈水扁 我们要理解国家 这些政治人物总有失误的时候 那我作为一个台湾人 我感到自豪 这很谬论啊 最后怎么总结 总结到 你是中国人 所以你很自豪 这种逻辑就很莫名其妙 那还有网友啊 认为这个船啊 被击沉了 台湾干扰了 所以台湾的必须要赔这个钱 那义愤填膺的说啊 这钱必须台湾赔偿吧 虽然我不认为是台湾干扰击沉的 但用逻辑思维来分析 如果台湾不搞独立 我们就不需要军演 我们不军演 也就不会出现这些不幸的悲剧 希望遇难家属和军人 不要太难过 也不要太自责 毕竟我们都是为了祖国统一的目标 做出了牺牲和贡献 两岸同胞会记住这些英雄的 这个洗脑被洗得深了 两岸同胞会记住这些英雄的 这个所谓的英雄 你们记住就好 我相信台湾人是不会记住这个 攻击你的 来侵略你的 还被定义为 英雄 真的是被洗脑洗得有点太过于彻底了 还有网友连说 我看好几个军事博主分享的分析文章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台湾干扰导致的惨剧 首先 中国现在的军事能力 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而台湾方面 在美日联合演习中 收集了中国军方的电子讯号 增强了电子战能力 第二 台湾拥有强大的网络战和网络防御能力 台湾的信息通信电子部队指挥部 负责管理和执行网络作战任务 包括防御和进攻性网络行动 第三 台湾也在开发和使用 针对中国无人系统的反制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使用定向能武器 如激光 台湾就是雷射的意思 和高功率微波武器来干扰或摧毁敌方无人机 这几点证据充分证明台湾干扰我们军演 造成误极的可能性最大 我相信国家 国家既然没有报导 说明已经掌握了相关信息 因为是机密 所以也不会报导 再来如果报导了 台湾方面很快就会知道 败入了 既然国家选择没有公布 我们就期待接下来的武力统一 而且加上台湾干扰导致的惨剧 相信武统的进度又提前了 活在梦里的人 以目前的台湾观众你们觉得尴尬吗 对吧 还是说你们现在很吓人 觉得这个外面太恐怖了 躲在家里面不敢出来 被中国打脸了 你们台湾的这些台独分子很尴尬 还是你看了这些中国网友 这种发电 自己军演把自己的船台打下来 所以你们觉得是谁尴尬 是中国尴尬 还是你们这些台湾分子尴尬 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就是喜欢武力面 请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拜拜